一颗颗比拳头还大的田市摆在一起令人看了口水直流 无风向一年一度的田市节即将在这周末正式开跑 但谈到今年的产量农友纷纷表示猴害天灾影响很大 这边猴子蛮多的 损失大概有超过一半 猴子没有得防放呢 又边炮啦或者是早晚去寻一寻 然后吓它这样子 采收前有碰到连续两个台风嘛 然后当然是采收就会有落果啊 就损害就损伤啦比较多 像我那边的话大约差不多四分之一啦 无风向共所表示 无风向种植田生的面积高达40公顷 每年产量可达120公顿 根据统计今年农损大约有20% 因此目前也正积极辅导农友 办理相关农孙补助作业 而针对刺激品落果 从去年开始包含到水蜜桃 也开始规划加工产品的生成 这些加工史名是需要认证的 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有特别跟这个农养署来这边合作 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深入 来把这些刺激品 或者是可能要淘汰的部分去做加工 来提升我们自己产量的一个品质 还有这个品项 而为了进一步稳定田生的销售 吴峰相关所也特别制定供定价 要稳定农友的收益 另外今年的田市节也拓展到 竹北市并规划系列产销活动 期盼能减缓天灾侯害对农友造成的影响 语言喜欢怎么大事赶完新竹风采访报道